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習近平驚人一幕 大不及 在北京栽培9年 黨委書記 當選臺立法院長 綜合報導 中共政治局會議未提三中全會 中南海縣內亂 這兩碗毒藥 北京只能二選一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1號 星期四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 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近平驚人一幕 大不及 阿波羅網唐寧報導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正式儀式上 習近平歡迎塔利班指定的阿富汗大使阿薩杜拉.比拉爾.卡里米 這一事件及其相關圖片在中共官方媒體上得到了廣泛報導 獨立學者吳祚來31日在X平臺發文指出 不說美學 因為這些花色搭配極不濁調 土豪加土匪氣太足 說說風水 中南海請不起風水大師了 背景畫江山淪落蕭瑟 一片蒼茫 習站為男人立於白色花瓣之花 大不及 海外社交媒體用戶的評論充滿了諷刺和批評的色彩 Nikr在X平臺上的評論簡潔而尖銳 兩個土匪集團 朝一周則鏈接到中國股市的表現 天天跟土匪恐怖分子混 怪不得A股今天止不住的狂跌 賀村苗對照片的美學進行了批評 一整個很詭異 背景太詐糊了 搞得他倆像兩張貼紙貼上去的 俊可學用一句俗語來形容這次會晤 魚找魚 蝦找蝦 烏龜愛王吧 一秋之河 物以類聚人與群分 且聽風吟關注到了習近平的外表變化 習主席明顯受了很多預言成真 黨委書記 當選臺灣立法院院長 阿波羅網唐寧報導 中華民國立法院 今天1日的立法院副院長投票中 由於首輪未產生結果 國民黨的韓國瑜與民進黨的游錫坤 進入第二輪角逐 在民眾黨8位立委缺席的情況下 國民黨的52位立委和2位親藍無黨籍立委全數支持 未發生跑票 使得韓國瑜以54票對游錫坤的51票勝出 成為新一任立法院長 第二輪投票在中午12點半開始 在一次提醒投票注意事項後進行 民眾黨立委缺席 而國民黨與民進黨立委分別在監票人員的監督下投票 下午1點半 投票結束 宣讀結果後 韓國瑜獲過半數票 現場響起掌聲 親藍無黨籍立委高金素媒和陳超明的投票 也為韓國瑜的勝選錦上添花 人在海外的中國公益人士亞軍&王歪嘴在X發中共媒體報導圖片感慨說 感受一下什麼叫漢語的博大精深 一個立法機構負責人的心詞 把臺灣省的地位坐實地同時解構了臺灣的政治體系 順便告訴中國人民 黨委書記韓國瑜才是臺灣的一把手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中共為否定中華民國的合法性 用臺灣立法機構負責人來代替立法院長 醜化矮化臺灣 這其實是中共的黨文化 玷污了漢語 不過叫韓國瑜黨委書記沒錯 韓國瑜除了種種出格的親共外 還被曝在中共國受黨栽培長達9年 前高雄縣長楊秋興2019年8月12日在臉書上曝出 韓國瑜2001年到2009年被棋底在北京大學念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班長達9年 管理學院是專門培養高級幹部機構 這段期間韓一直以潦倒落魄在山上修行待過 其實是在大陸前修 今已露出馬腳 這才是真正問題的嚴重所在啊 阿波羅網當時深度分析報導 韓國瑜神秘經歷被棋底 無疑是中共代理人嗎?你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中共政治局會議未提三中全會 中南海線內亂 據中共新華社消息稱 31日的政治局會議 主要內容審議政治局常委會聽取人大 國務院 政協 最高法院 最高檢察院黨組工作彙報和中央書記處工作報告的報告 另外 習近平還主持 對學習他自己的思想的所謂主題教育的總結報告及研究中共巡視工作條例 本屆三中全會由於可能涉及對被免職的前外交部長秦剛 前國防部長李尚福等多名中央委員的最終處理 一直備受關注 根據中共慣例 對於落馬的中央委員 當局需要通過召開中央全會確認撤去他們的中央委員職務 除了秦剛 李尚福 已被免職的火箭軍前司令員李玉超 政委徐中波 以及也傳被查的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巨幹生 都是20屆中央委員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本月稍早 對大紀元分析說 最近一個時期 中共高層的人事變動很大 關於中共高層人士的傳言也很多 秦剛 李尚福先後被免職 中共當局對外一直沒有交代他們到底是什麼出了問題 如何處置他們 而這些人都是習近平親自提拔起來的人 現在中共高層內部肯定是比較緊張 對於今天的中共政治局會議 仍不宣布開三中全會 在海外X平臺上也引發關注中國政局的網民議論 有網友表示 20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間 是不是要等兩會後了? 還有網友說 政治局會議開了 三中全會還是沒消息 兩會前大概開不了了 也有網友表示 很明顯呢 這就是要參考2018年三中全會的召開模式 在過年後的2月底召開 召開時間在當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確定 這兩碗毒藥 北京只能二選一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越來越接近 而且很可能再度出現拜登對上川普的局面 E-Titter的引述美聯社報導稱 搜集多名中國學者專家說法 北京正在不安地關注這場選舉 並且思考 兩害相權 取其輕 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趙明浩表示 對中共國來說 不管誰贏得美國總統大選都會是兩碗毒藥 二選一 儘管美中關係些微改善 但局勢依舊緊張 尤其在台灣議題方面更是如此 清華大學國際安全與戰略中學研究員孫成浩說 無論誰執政 都不會改變美國與中國戰略競爭的整體方向 中國沒有偏好誰贏得總統大選 因為中共國跟他們任何一人都有打架到四年的經驗 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中國中心主任一茂春也認為 隨著美國兩黨在對中政策上幾乎達成一致 中共也有了新的美國政策 他引用鄧小平推廣改革開放的名言解釋 不管黑貓白貓 只要是美國貓就是壞貓 在中共社交媒體上 許多評論人士傾向支持川普 他們認為 川普不只是一個想要達成協議的生意人 也是削弱美國民主及全球領導力的破壞性勢力 而這對於北京有利 不過 華府智庫是聽聲研究中心中國計畫主任孫韻警告 雖然川普可能破壞盟友及夥伴關係 動搖世界對美國領導力的信心 對中國有利 但同時也會帶來更巨大的風險及不確定性 與此同時 另一些中國分析人士認為 北京可能把拜登視為兩人之間較好的選擇 因為與川普的不可預測性相比 他相對穩重 有些人認為 拜登建立抗中夥伴關係的成功令人顧慮 但人民大學教授王毅為認為 北京更擔心川普對於全球化的敵意 而非拜登在全球範圍建立盟友的努力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按讚 訂閱我們 呢 我們今天可以支持 確認 我們可以支持 按讚 不及 評論 我們可以支持 助理 我們可以支持 按讚 按讚